明星思辨了嘛 明星想要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但民党打法 好像又回到原点一样嘛 又打香港牌又来了 赖清德喊 不要跟香港一样 台湾没有主权的话 就没有办法谈判 他在造势场合公开喊话 两组参选人一个喊 支持九二共识一中原则 一个喊两岸一家亲 近期习近平说 九二共识就是一中 就是一国两制 任何一组参选人如果接受 未来台湾就没有谈判主权 然后要强调的是 不要再跟香港一样 我们要跟香港一样 没有主权吗 那近期一天到晚 引用习近平的谈话跟发言 百般信任 这件事情反而在 PT上面很多讨论 就说来来来讯号来了 芒果干跳楼促销大拍卖 又要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香港撑起来 又来了还要骗几年 其实这件事情 已经是让大家觉得 怎么又是一模一样 但现在大家对于香港的观念 有没有改变呢 或民党政府对于香港 想要移民来台湾的 有没有够友善 其实更多的讨论在其中 而柯文哲也轰 说是台独骗子 他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周庭的例子 他说如果中国 把赖清德的当选 视为台独势力 在台的胜利 那习近平那个位置坐得稳吗 很难坐啦 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赖清德强调 像香港学院女神周庭说 一生不回香港 台湾不能跟香港走一条 同一条路 有家归不得 难道我们要像乌克兰 还是像巴勒斯坦一样吗 不止有家归不得 还有更多伤亡 我们到底要像谁 赖清德能不能讲得清楚 我们哪一条路才是和平的路 而民进党说是 假抗忠真内斗吗 这个质疑点 是尤英龙 台湾民进会董事长提出来的 浩森是最了解民进党的人之一 他怀疑 这个葛来尹居然会跟几个学者 一起发文去选择 说希望这个赖清德如果当选 要冻结台独党纲这个做法 他认为是选择在台湾大选 关键时刻忽然来这么一下 是不是跟民进党内部 政治斗争有关系 他认为令人好奇 什么意思 就是说葛来尹跟蔡英文关系那么好 这个时候当然发文章 是刻意要来操弄赖清德的选情吗 有这样的质疑 所以现在蓝营两岸国防的回击方式 包括今天最新讨论到 赵康提出来 在大陆要报社军事观察员可不可行 同时他也准备说有三防线抗共军 他想掉两岸和平是唯一的答案 跟何友宜都不会向中国要求 都会向中国要求 攻击不要再越过海峡中线 战舰也不要再绕台 这种是协调要求可能性吗 那么甚至减少中国沿海对台的 军飞弹的设置的军事设备的数量 那么他说台湾有什么 有爱国者飞弹 雄山飞弹 天宫飞弹 如果打台湾的话 我方就要远远的打击 所以志愿意月薪3.7万是不够的 同时要增加三条防线 大量造飞机造飞弹源头来进行打击 而南华早报的报导说 驻韩的美军很罕见的到新加坡去做联合军演 加强协同作战冲的是谁 中国武力犯台的可能性 这个是根据南华早报的报导 驻韩美军回围五年 第一次又出动了 战机维修员到新加坡 这个所谓的投石锁23的联合军演 反映的是拜登政府 极力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协同作战能力 要遏止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南海 可能引发的冲突 的确南海最近的确不太平静 连续两天又爆发了冲突 菲律宾指控被八次射击高压水炮 中国海警也批评菲律宾舰艇是冲撞刮蹭 菲律宾指控在南海的民主礁 中国海警船八次以上高压艇 高压水炮 鹰炮泡去阻拦菲律宾的渔船 中国海警回应说是 这个一号艇这一艘船 尤纳扎号故意冲撞中国海警船才会产生这样的状况 那美国制裁南海舰岛中期也是一个做法 就是说美国的商务部24间中国企业再度的列入制裁的名单里头 理由呢 要帮助中国军方在南海修建的人工岛所以要制裁 美方目的很清楚 商务部表示要搅动地区紧张的棋子吗 或迫使南海周边国家成为驻美抗中的棋子吗 那么甚至美日韩的国安官员会谈里头也告诉大家 会为台海稳定挺身而出 说支持东海南海航行自由 这是美国顾问 苏利文在华盛顿跟其亚洲盟友挺身而出的言论 跟首尔日韩官员三方会谈之后所作成的结论 大哥当我们在看赖清德提又提了香港的议题的时候 可是整个国际局势都已经在变化 美方的心意跟态度也老早就不一样 赖清德又说 近期习近平又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请问你在哪里听到 宋涛才刚在今年一月讲 说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那当然中国大陆是主张一国两制 可是他并没有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马英九支持九二共识 可是马英九有支持一国两制吗 他到现在还在给你含糊抹黑 马英九那八年 到底是怎么处理两岸关系 他到现在还用这种方式扭曲 还想跟习近平吃饭喝茶 这太可怕了吧 你一天到晚在扭曲别人 马英九没有接受一国两制 可是马英九是支持九二共识没有错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主张 我们台湾并没有支持 是要谈对不对 而且马英九连政治谈判根本就还没开始 就只有九二共识 然后签了23个协议 这个就是现状 你如果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那你就把23项协议废除骂 不是这样一了白了 又不敢废23项协议 不敢废ECFA 整天那边扭曲别人 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这我人真是可悲 他只有靠扭曲抹黑 然后继续生产芒果干 他才知道怎么选 他完全没有招啊 你为什么不提证件啊 你可以提一下嘛 比如说侯友宜 认为年轻人买房很难 提出555这个主张啊 那你可以批判 那提出你的证件嘛 请问你如何帮助 这个40岁以下的年轻人买房子嘛 你告诉我们嘛 这种证件通通都没有 一天到晚在抹黑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样的执政党候选人 就自己的证件都不敢讲 然后每个群众演讲场 执政党的候选人 就整天在抹黑别人 是统派啦 投降派啦 同路人啊 支持一国两制啦 炒芒果干 我不知道你在想 你在选什么 选你这种人当执政党 真是丢脸到家 你去看拜登现在在选什么 拜登就在讲 我做得最好啊 在讲人家的政绩啊 你为什么不敢讲这个呢 那对手提出有创意的政见 你就要回应啊 提出对案啊 通通都没有 一天到晚在那边 制造服貌恐慌 制造到处都是认知作战 所以还把沈柏洋弄到 南深的不分区第一名 把民进党堕落到黑熊部队 这种层次啊 这就是赖清德嘛 这为什么人家不信任你 葛来宜 葛来宜怎么针对民进党内部派系啊 拜托 葛来宜就是代表 Kirk Campbell 就是目前美国的副国务卿 你民进党派系算什么 美国是在做中美关系的危机管理 你还以为你民进党派系有多了不起 赖清德只要选上 他就立刻要面对这个问题 不然葛来宜干嘛讲这个 因为他的老板 他的老板就是Kirk Campbell 以前白宫的印太事务的主任 现在已经变成副国务卿 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是美国人在提出依赖论 那你以为是葛来宜一个人的意见吗 葛来宜跟他写作的另外那两位 那个白杰西 他是国务院的政策规划的幕僚 柯庆生以前当过 亚太跟东亚的副助亲 都是代表美国政府 而且都是了解民进党 跟民主党走得很近的高参 结果你马上理解回说 这个是不是民进党的派系在斗争 你如果这样想 你就太高估自己了 美国是在做美中台的危机管理 他就是认为赖清德这个人 就是砖断固执 每天炒芒果干 到让人家觉得 他完全没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 这是台湾的危机的开始 人家以前为什么不对蔡英文讲这种话 蔡英文执政八年 你有看过葛来仪 白杰西 柯庆生 这样去讲蔡英文吗 没有 就只有针对你赖清德 因为你这个人对两岸的认知 极为可怕 扭曲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每天只会卖芒果干 这样砖断固执人来当台湾的总统 台湾还得了 所以亮哥认为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不放心 不是蔡英文可以叫得动的葛来仪 当然不是 而且人家怎么不去讲蔡英文 美方对于赖清德的不信任 就是代表民主党的政府 是 教授怎么看 不是民党派系可以斗得动的 这个的确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不能坐井观天 因为他们提出这样子的观点 都是有他的一个大的脉络 其实葛来仪过去这几年 大家认为他是蛮支持蔡英文的 那么这一次他提出这个说法 很显然不是蓝绿的问题 而是美国对于一个赖清德 可能当选总统所表达的一个忧虑 他其实讲的都非常具体 到后来人家说 他被过度引用 他出来在他的这个 断章取义 X上面做一些澄清 他还是讲了同样的一句话 就是说你要有可信的威胁 也要有可信的保证 没错 这个他其实后来还是讲这句话 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坐井观天 不要用自己的逻辑去误会 去理解别人 那当然我觉得回来还是要讲一下 赵耀康提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三防线的这些说法 那第一个我觉得 这当然就反映说 其实真的是现在对于大家对战争的威胁 真的是很担心 因为他这个在哪个场合 在年轻人的场合 在这个台中医中的这个场合 那因为这些年轻人很多 他将来念大学 或者大学毕业 或者他也会考虑说 未来有没有可能提前就业 那都要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到底是服役是多久 那明年就进入所谓的一年的议期了 所以大家非常关心 那如果明年在他服役的时候发生战争 当然他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害怕 所以说他们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反映整个 所以不要说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是个假议题 什么中共的这个宣传 配合中共的宣传 这个是真真实实大家的担心 尤其对年轻人 你自己已经过了议期 或你自己家里没有小孩 需要服役役的人 当然你可能就不觉得 这个问题这么严重 可是对于要服役役的孩子们来说 他就真的很担心 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赵岳康所提出这个 其实他是需要一段很长的路来走 因为你所谓军事互信 第一个是要公开透明 你要去公开 比方发表国防白皮书 说明你的军事部署 第二个就是双方同意之下 双方相互去减少他的军事部署 不管是武器也好 军人 军队的数目也好 那么第三个才是相互查核 所以这其实有一段蛮长的路要走 就像侯友宜后来讲 他说这是要一步一步来 先从所谓低位稳定 也就是双方通过民间的交流 慢慢进入所谓官方的互动 再慢慢进入所谓军事互信 这个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 但我特别要讲说 其实这也反映这两位 就是侯友宜跟赵岳康之间 他们的默契真的是很好 有一句话就是说 就是说有能力 有自信的人会敢于用有能力的人 我觉得侯友宜在跟赵岳康之间的互动上 展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也就是说两个人 一个人是办稳阻 就是稳定的稳 那应该要办冲阻 那这样子相互 相互这个 就是分路并进 交互作用 交互进行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整个选战的格局 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将军怎么看最近平靡的南海冲突 对 南海冲突我们可以知道 中共在对这个 尤其是仁爱礁跟黄岩岛这一方面 你看他130艘的海上民兵 在那边又做演练 还有中共海警船的活动 现在是越来越比较积极 所以菲律宾在这一方面 我盼望菲律宾在这一方面 可能他的动作会慢慢稍微缩小一点 因为中共在一方面是越来越 这个强度是会来越高 直接打那个水柱直接噴过去了 不管 直接中途拦截 而且是有角度的拦截 你如果再撞到会撞到 所以中共在这一方面 你看他现在中共的海军不出来 他由海警船来维权 然后由海上民兵在那边做 就以量做取胜 130艘 整个变成蚂蚁雄兵 风群战术 让菲律宾没办法应付 因为不是几艘 十艘 五艘的 他是130艘在那边做演练 我们现在来看 我认为赵少康的 三条防线 我认为这个战略 从战略眼光来看 这是正确的 他不要在台湾本土决战 你看他想到要做很多的飞弹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次乌克兰战争不够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给他武器弹药 美国给他武器弹药不够 所以他说要多做一点飞弹或火箭弹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主敌境外 主敌境外 你源头打击也好 远程质押也好 源头摧毁也好 要这个样子 你对他的重要的港口设施 机场 雷达战 防空飞弹阵地 或者是作战指挥中心 做摧毁 要这个样子 这个是对的 我们也知道刚刚这个 讲起来 国防舰军又朝这个目标去走 然后他这样子的话 在第一线被摧毁之后 第二道我们知道 台湾还有海峡天险 这海峡天险 从130公里到300公里 这海峡天险之后 你这个空对舰的飞弹 地对舰的飞弹 还有舰对舰的飞弹 就要对海上的目标做摧毁 还有包括你两栖作战舰也好 野牛级或野马级的这种 我们讲到的 气垫船也好 都可以做摧毁 最后面博望跟唐安 我认为他讲到 你看他是有层次感 博望到唐安的话 这边地面的更多的重武器 或者是坦克 甲车 重炮 火炮 就要做打击 不要在台湾 这是对的 在台湾我们看乌克兰战争 我们讲的夹杀走廊 我们看整个的场合 跟我们打相战 这种试着飞弹 这种做法 反而是最危害台湾人民的安全 对不对的 你看他这样子 这样子 你现在删到黄线出来之后 中共这样子一看的话 他只能够登陆到台湾 非常有限 他可能就会想 中共如果对台用兵 得不偿失 代价太高 他就会嘎然而止 这种试着飞 就会嘎然而止 这种试着飞 就会嘎然而止 这种试着飞